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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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有個型男跟我說過 上到台就不要怯 怯就會輸一輩 我又怎會怯啊 因為我上的電視台而已 不過對於即將要參加 IMPY母戰綜合格鬥的兩位參賽者來說 上擂台和上電視台都是一樣 他們又怎會怯啊 接下來12月2日 在灣仔修盾室內場上演的 IMPY母戰綜合格鬥第五回合賽事 一如以往有很多精彩比賽上演 當晚賽事都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參賽 現在就等創辦人Woozie 跟我們說說有甚麼比賽的焦點 我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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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名的國務員 還有ロマナ・パスカリ 有些未來的工作能力 給MMA創辦人enwoosi 點名留意 Nosh當然是全力以赴為未來的比賽 日、日、夜、夜、日地操練 加上有拍檔陪同大力支持 Nosh對今次的比賽更加充滿信心 Nosh之所以受到大家的關注 就是因為他在8月舉行的第四回合賽事 打得非常出色 讓他跟大家說說當時取得勝利的過程是怎樣的 這次比賽除了有兩下散手就擊倒對手的Nosh之外 另外一個焦點就是Ramona 她雖然是菲律賓籍 不過住在香港已經有一段時間 今次是以本土女拳手身份出戰 Ramona今次成為一個專業的MMA女拳手 致率就是她的成功秘訣 想要去戰鬥的話 就要重新的一種 一個完全不同的運動 來進去訓練 不只是訓練,要保持穩定 不只是訓練因為是玩笑 而是訓練因為你需要在最高的形狀 在最高的層面 這需要很穩定的 我一直在自己的照顧 自己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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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在自己的照顧 而在自己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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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是在自己的照顧 當然是八戰八勝 接下來Ramona 就會出戰她個人第二場MMA比賽 對陣來自韓國的選手 不知道她對對手認識柔柔多少呢 她應該要訓練,繼續押忍到最後一天 看過幾集有關MMA的資訊之後 恐怕大家都很心急想看參賽拳手的表現是怎樣 接下來NASPORT將會直播 IMPY武戰綜合格鬥第五回合賽事 一中MMA就記得不要錯過了